在我的作品里面呢 都是经常给大家分享 适合咱们农民朋友可摆的一些地摊生意 而且都是比较暴力的一些小商机吧 呃这些视频发布出去之后呢 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是比较的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叠加 还有视频的叠加 也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有的很多粉丝都提问到了 你分享这些摆地摊 这些生机都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货源到底从哪里整呢 能够让我们摆地摊的农民朋友 利润最大化啊 赚更多的钱 那么咱们的进入一视频的形式 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随着会让你看完视频之后 受你费钱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最听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以下这几个最便宜的拿货的地点 可以说都能够让你的利润 最大化 利润高到最低的话 达到百分之三四十 高达七八十 甚至百分之一百五的利润 都会有的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 想搞这个地摊生意 想跑江湖 我觉得今天的阶级视频啊 真的值得你参考一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这个摆地摊最便宜 而且利润最高的拿货的地点 咱们今天呢 只分享其中的有十五个 这十五个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首先呢 咱们先看第一个 服装内衣批发市场 它包括有广州康乐服装城 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杭州中兴外贸服装市 另外就是义乌黄园市场 还有浦宁国际服装城 汕头车站服装批发市场 广州高地街批发市场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二个 那是袜子批发市场 袜子批发市场 它包括租记袜子批发市场 嘉兴海宁批发市场 这袜子价格都是几毛到一块左右 基本就可以拿到货 利润的这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义乌国际批发市场 很多人一听到义乌的 就会想到小商品 没错 这里呢 可以说确实存在着 全国各地的最大的 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无人不值 无人不晓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 袜子那一页 基本上也都从这边拿出来的 是摆摊 逼不可扫的一个选择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小商品 小商品就是 首先刚刚也和他说过了 就是关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广州 泰康 阳中 批发市场 广州 华南 国际 小商品城 青岛 寂寞 小商品城 还有一个就是玩具 玩具呢 大多都是 儿童的一个玩具类的 就是汕头登海玩具批发市场 再一个就是义务玩具批发市场 最后呢 就是一个电子产品 各类的电子产品 都是从这市场拿出来的 那是深海 深圳 深圳 不是深海 深圳滑翔北 批发市场 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所分享的 啊 呃 一共差不多有五大系列 五大系列 啊 基本上都会包括全面的 各类各类的商品 摆摊的 包括 呃 没有和大家说过的是个眼镜啊 啊 呃 卫生纸啊 都会在这上面都会有的 啊 所以说呢 实际大家参考 借鉴一下 啊 呃 看到这里的视频的朋友们 希望你能够点个赞 收藏一下 再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会带来所分享的关于 摆地摊最便宜拿货的 呃 包括15个地方啊 有五大系列 五大系列商品啊 作为屏幕墙的朋友 您的 您有没记住呢